好 一年一度的大台北国际无车日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了 主办单位呢 台北县政府再度的把活动地点选在了风光明灭的台六十四线 而且是没有限制活动开始的时间 在礼拜六这一整天 要大家自由自在的骑单车 二 一 二 零 零 大台北国际无车日 到台北国际无车日就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十八号要登场 地点和去年一样在风光明媚的台六十四线 在去年我也承诺大家 今年一定要让大家再骑一次 但是早上六点半就可以去骑了 所以没有开始的时间 没有整体一定要要求大家要什么时候才开始 只要六点半之后呢 大家随时去骑都可以去骑 从早上六点半开始一直到中午的十一点钟 台六十四线从板桥端开始一直到巴黎的台北港端 来回一共四十公里 民众可以自由选择活动时间和路段 除此之外 从三重交流到下去到幸福水样公园 还有嘉年华活动 艺人卢广仲和郭靖也会在人群当中骑车和大家同乐 我是跟县长一起骑 他想我骑多眼 他就骑多眼 其实我本身也是广众车队的 因为只要把头发染黑 然后再带眼镜 我就是广众车队的人了 无车日当天台六十四号线进行交通管制 鼓励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是使用替代道路 让大家享受无车的乐活空间 周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